辛辛苦苦儲夠錢 投資有什麼選擇? 定存最多只有三、四厘 收息股也只有六、七厘 買樓收租,一般只得一至三厘 誰說的? 他說回報有12.4左右 不用10年了,你已經可以收回本金 12厘回報?10年回本? 買什麼樓?是日本樓 在2020年,香港樓價超高 定存利息又少得可憐 陳小姐於是要另謀資金出路 我看到很多網上的廣告 吹谷說這是日本 當時有東京奧運 日本樓投資也很好,回報也很好 所以我上網找一些資料 當時對日本樓的投資 不太熟悉,所以每間都問一下 最終他也是找了一間中介公司 旅職員隨即找了一件筍貨給他 他介紹了我去一間戶 對,即是一幢 他形容得像丁方住的那些屋 一層都是屬於你的 他就說那些屬於一個領口地權 你買了一間屋,就當然買了一塊地 你知道現在地是最值錢的 令我很心急地看了這個樓盤 很快就做了決定 他就是憑住一張屋與外貌 跟幾張室內環境的照片 就決定博取 這間屋在哪裡 他在大阪府 我覺得大阪府也是不錯的選擇 最重要是設施很完善的 交通也很便利 還有30分鐘左右就煤店了 聽起來就覺得整件事好像很好 我獲得投資大約40萬左右 港幣一元是550萬 更重要的是 這房子一直租給了好租客 於是陳小姐付了40多萬樓價 再付了律師費、中介費、集費 就在20年10月 買入這間一個位於大阪府 四條絕市 早在1970多年建成 樓齡接近50年的一戶建房屋 再用租金5% 將租務事宜都委託這間公司打理 打算硬硬硬收租, 誰知道… 我9月買入, 完成所有的東西 應該是11月1日 他當時說11月1日 其實有夠錢會放進去 類似香港的上期按金 直到12月的時候 他就說應該1月15日前 我就會收到 但到1月中的時候 我就再吹他 他就說幫我問一下都務部 在租務部回覆他 就說他們又要收一塊錢 就做這個緊急開支 就是如果租客在那邊有甚麼… 例如一些設施毀壞了 他就可能又在那裡拿錢出來 去維修 所以變相我就收不到錢了 他說中介總是有理由扣走租金 所以頭三個月都沒有進帳 等到21年2月終於收到租了 不過收了兩個月之後 中介突然跟他說 租客破產了 這麼突然 租出了一間房子的時候 其實我實際上只收了兩個月租 但其實那個所謂的租金 後來才發現 一直都不是有租客給我的 租客本身有一個保證公司 其實那些錢就是保證公司給我的 我其實有問過 那個保證公司是甚麼 他說是所有租客放一塊錢在那裡 然後如果他有甚麼問題 導致他不能夠給租 就會由這個保證公司 給回租金的業主 原來租客在20年12月已經破產 但中介等到第二年4月才通知他 而且根據日本法例 租客破產,業主不能迫遷 又要先經幾個月的法律程序 事隔一個月左右 他就說那邊的律師通知了 那個租客願意自己離開 預計一個月左右 最終是8月20日 他就告訴我租客離開了房子 我已經對這個日本樓號失去信心 所以我也跟他說 我想盡快買出去 他就說你買出之前 最好你有租客 否則其實也很難賣得出 賣不出,迫著放租 但想租得出,也要先裝修 付完兩萬裝修費 又要再拿錢給廣告費照租 遇上疫情,中介又叫他減租 但三年過去,廣告費一直付 租務管理費一直交 但還是沒有人租 三年一直都租不出,又賣不出 對,我問你租務部發信息 那邊又不回覆我 你這邊又不是很回覆我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這間屋現在發生甚麼事 那我就嘗試出去找其他日本樓房的中介 那我就想諮詢一下 但其實回覆回來 是令我很生氣的原因 就是原來公司當初告訴我 地段很方便 生活圈說得很舒適 其實原來那個位置 是一點都不方便的 所以其實不會接這些 回來做租務 陳小姐聲稱收不到12厘回報 還要給20萬支出 這麼難租出 究竟你這間屋在甚麼位置 在大阪府,不是大阪市 這個要分清楚,府和市的分別 市其實是大約17萬人口 附近偏多老人家、老人區多一點 我們委託當地人去現場拍攝片段 看到這間就是陳小姐買入的一戶見 外表有點殘舊 門口還貼著 入居者務集中的招租廣告 周圍環境是怎樣? 都是相當寧靜,人流稀疏 適合退休生活 但交通又如何呢? 這個樓盤其實基本上距離大阪市 就差不多坐公共交通 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假設在大阪市出發去大阪府 四條絕市 在地圖看,也有一大段距離 而且乘JR下車之後 還要行至少十幾分鐘 才到陳小姐家屋 又說是近市中心的? 那裡當然不是市中心 所以租金其實不會那麼高 但你看到12階 是因為它是表面的回報 不是實質的回報 表面的回報就不包括了 譬如說你要加上管理費 有些差響等等之類的費用 都要扣除了 只可以叫做正回報 在日本來說 很注重一些樓 尤其是在2011年打前 尤其是2011年打後的 大概會有防地震 因為日本有地震 可以防到七級地震以上 1983年到2011年 可以大概防四至六級 如果你的樓 是1983年之前的樓 你真的可能沒有防地震 甚至乎是很少的 賣不出、租不出 不過租務管理費 就一直給 陳小姐說有找中介幫忙 不過… A準又完全… 現在坐在這個態度 就是不願意幫我 他的態度就好像… 其實你這些租務的問題 就不是來問我的 你應該要自己問回 日本當地的租務那邊 他說我只是貨買賣 我覺得整件事好像一個圈套 這陣小姐直接到中介公司 想找跟她交易的女職員對話 誰知道她上司說… 她年紀還沒回來 她真的放坦假 但因為放了坦假 之後一直沒有人收錢朋友 但她是遙控的 她還在我們公司的… 她還在我們公司 但她已經直接沒回來公司 因為還要找人收錢朋友 已經失敗了 所以可能這段時間的確… 我代你代替她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她的確是慢 這段時間回覆緊張 所有事情全都慢了 中間可能是我的同事聽得不好 對,我可能討厭這件事 導師可能知道很多人擔心 陳柳,究竟是否買了假的 陳柳,又沒有假的 究竟是否假的,陳柳 是否有甚麼問題 除了上司口中的全都慢了 這位中介公司女職員當初 還有否說地段好、交通好等等 令陳小姐瞬間博取呢 我們終於聯絡到她問清楚 我之前沒有說過 因為我跟她說過 如果地點好的話 回報一定是低的 我跟她說了 如果你要回報高的話 地點一定是沒那麼好 一定是會有時中心 有那麼好 我肯定面對面有跟她說過 當然這件事很同意 但陳小姐說 房子兇了這麼久沒有人租 到日直要交租務管理費 那個叫急室的管理費 日本那邊要兇室的管理費 當然客人的角度覺得 我現在沒有租收或者沒有什麼 你憑什麼去收管理費 其實都不要緊的 都是客人去選擇的 如果客人覺得 我不想她給一個急室的管理費 其實是可以禁止的 是可以做這件事 不過當然 中國管理也沒有義務去幫她做任何事情 為什麼她不提早 就是不一早說 其實很多問題 我相信如果她當下跟我們提出的 我們是會立刻幫她去做 或者幫她解釋和商量這件事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疏忽的情況 我覺得我也會有的 我也會有疏忽 可能有些事情我做得 可能真的不太好 我們一定不會欺騙客人 我現在的無奈程度是跌到谷底 因為最初我就是什麼都相信過代理費 我自己可能又有些不足 自己對於日本我根本都不太懂 太狂撤就幾個月了 決定了去買 沒有做什麼功課 誰是誰非, 暫時不得而知 只知道在香港銷售海外物業的 代理無需領牌 不受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 買家要做足功課之餘 投資日本樓還要記住這一點 第一, 你當然要找一個 在日本自己本身有摘件事牌照的 因為我經常說 有摘件事牌照其實是有很多保障的 第二就是絕對要做足功課 你可以照顧다가領利盡時 你便可以受到保障 請与我們訂閱 面開遊記 enter tre